在台藏人在中共两会前夕呼吁国际关注西藏抗暴 而在中国大陆中共当局则是在两会召开前提前加强了维稳 多名维权人士、异见人士遭到当局的警告、软禁或秘密关押 各地在北京的访民则是遭到驱赶和打压 而网络上的言论也是日渐收紧 28号为期三天的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闭幕 中共两会将分别于3月3号至5号开幕 一如每年的两会和十八大前夕 中共当局在加强收紧网络言论的同时 对维权人士、异见人士和访民也加强了暴力维稳 北京异见人士也禁还 何德普夫妇等都接到警方通知将被旅游 而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28号告诉新唐人 他已经被旅游 我自己到北京我自己已经回福建了 他一门人家说两会的话题不谈 前两天北京访民王林在北京太阳宫派出所被关了两天后 目前已被北京警方强行送往海南海口旅游 北京维权人士许志勇、李立荣、高宇清、胡佳等人 则被北京警方24小时软禁 此外多位大陆人士在推特发布被维稳信息 27号大陆诗人王藏发推特呼吁关注北京艺术家严正学 他说严正学妻子来电话说 国宝一直在他家门外守候 严正学昨晚没有回家随后失踪 28号胡佳也发推特说 北京律师丁家喜从前天开始享受外出有警车和警察陪伴的待遇 丁家喜昨晚在家被警察带走 真正有力量是民众 得民心者得天下 所以中共这是维稳的模式 它越暴力维稳越不稳 所以它要加大维稳的力量 每到这个重大节日重大关键时刻 它都要动用大量的安保力量进行维稳 他们现在已经到了丧心病床地步了 并且他们现在蒙下了很多不明真相群众 我看街上很多就穿着他们特资制服 骑着摩托车四行车的自处游浪 认为和学生员马上他们就发出信号 不过中共两会前 仍有一些对中共新政心存幻想的访民涌入北京 27号中午 来自中国各地的60多名访民 在北京南站打横幅喊冤 永定门上访村也有一些访民聚集 讲述各自的冤情 他们期盼两会能够给访民冤情照雪 解决问题 一名女访民则唱哭自己受腐败官员迫害 家破人亡的悲惨冤情 并向两会求救 新唐人电视李韵才能报道 大家好 感谢观看